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学系 从小我都对社会 国家 经济 种族 政治发展都有很大的兴趣 我记得在69年 就跟爸爸去这个群众大会 记得在念中学的时候 我的堂写曾经问我 读完书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那时候想 我要做政府行政的人员吧 那今天我成为了兵州行政议员 回想当时 原来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这个从政的概念 但是可能很模糊 我觉得我是适合做政治工作的 但是很多人都很好奇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到底在政治权势里怎样生存 但是为了这个政治环境的需要 尤其当上这个党州的主席 有很多事情都必须 翻演一个领导者的这个角色 所以已经参与二十五年了 什么讲不习惯也讲不过去了 都习惯了 我的心格和想法都比较正面的 就如我觉得社会就应该有持续的 每个人都应该奉公守法 一切都是美好正面的 但是如果在政治中 就会成为一个障碍 我觉得一个好的政治人物 应该是在听见人民的声音之后 总结和找出这个解决的方案 然后带领人们朝向那正确的目标前进 而不是被各方的情绪牵着我们走 有人说我们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我想换脑袋是必要的 毕竟做了政府 不应该像以前做反对党的那种脑袋 是必须要改变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基本原则必须坚守 只是换了一个新的位置来做事罢了 我掌管的是地方政府和交通管理 市政局给人的印象 往往都是非常负面的 人们认为市政局是一个很爱刁难人民的政府部门 喜欢发山漫 拆物子锁车轮等等 我们必须说服人民 让人民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要人民有参与感 知道市政局要做什么 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这几年地方政府都非常注重这个基本的服务 我们要支持首席部长的目标 把槟城打造成为一个国际的城市 那主要推动的是利益冰城计划 Greener Greener Penang 是透过不同的方法来 实行这个减少垃圾和改变人民的思维 目前对我来说 交通问题还是一项很重大的挑战 毕竟通过建马路的方程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要怎样鼓励人民改变思想 使用公共交通 才是我们一项很大的挑战 今年开始 我们州政府也委任了一家外国的公司 为我们进行一个管理交通的大难途 那同时我们州政府也通过Rapid Penang 快接通的服务 而让危险的民众免费可以搭巴士 来到白亚勒巴士工业区上班 在乔治市古迹区 我们也有免费的shutter bus 让学生 老人家 游客都可以免费在古迹区使用巴士 来减少市区内的这个交通的容积的问题 做了三届单中区的国会议员 我觉得我们必须对单中区对乔治市有信心 因为乔治市就是整个宾州的核心区 所有的经济 文化 社会的发展都在这个单中区 但是随着经济的转型 人口的增加 并州的发展不能够极限在单中区 而是向郊外的新兴工业区 住宅区发展 因此今天单中区只留下一些传统的生意 人口也开始老化了 你看单中区这个老城市 古市 古乡 多知多彩的特色 还是很有魅力的 我们必须对拥有乔治市感到骄傲和自豪 重新发掘它的色彩和魅力 我想说的是 并不是只有国阵才能做政府 明年也可以做政府 而且比国阵做得更好 今天人民已经看到这个改变 政党是可以被取代的 人民才是真正的老板 所以这政党必须要谨慎小心的行事 我有信心 我们做得到 明年可能的大书 是柠物 而宋稔的 还要求您肯定 这个新冠心 很子bye 拥抱 靠来 全新冠心 汲 继续 营